被视为最有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过去曾经三度来台访问 而在2010年这一次来访问的时候 就下榻在台北国宾饭店 而在这一次的访问呢 也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呢安倍晋三在结束一整天的行程之后 回到饭店 没有在搭外交部的坐车 反而是自己拦了计程车 前往和民进党的友人会面 那当时候呢 这与会的友人听到安倍搭计程车来的 也非常的惊讶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那我们就想说 那他的车呢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在体恤外交人员的辛苦 那时候因为其实在08年的时候 民进党是惨败 那自民党内接下来的选举 也是选得很不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以患难兄弟自诩 我们之间的相处 当然就像好朋友 老朋友这样的相处 可以听到前立委谢心宁 在现场他就是说 原来安倍晋三当时是因为 这是出于自己私人的行程 所以不想要麻烦这个公务体系 在派坐车 所以才会贴心的自己呢 来安排这个行程来招这个计程车 那也可以看到安倍晋三 其实是非常低调 而且非常贴心 那他的离去呢 也让贴心你感到非常的不舍 以上是我们讲 转过到最新状况 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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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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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